變美的方式 從儀器、注射、微創到手術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一個只會注射的診所 沒法給你全面的處理 一個只強調手術的醫師 也不能給你完全的建議 提供全方面的知識 打破商業化的謠言 選擇最適合的建議 哈囉 今天這集節目非常的特別 但我非常的不自在 因為我們今天要邀請為特別來賓 這些特別來賓對我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我全身扭一扭去覺得很不自在 我們歡迎這位特別來賓 大家知道她是我的什麼人嗎 猜得出來嗎 看起來像我姊姊對不對 你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什麼姊姊啊 看你不是每天都忙手術 就是一同栽進研究 幫妹妹也做得挺漂亮的 幫我也越變越年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媽媽 好 相較於以前一代和二代八字不同的地方 我們知道我們也分成三層 淺層是皮膚跟皮下脂肪 中間是筋膜 深層叫做筋膜式跟脂肪墊 以前在做一代或是二代八字的時候 比較強調就是 它是我們在拉淺層歸淺層深層歸層的 可是三代八字我們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突破 我們免分這些層次 這個一二層就是前層 三就是中層 四五層就是深層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跨過這個筋膜 從深拉到淺 或者是從淺拉到深 就是所謂的跨三層 所以不是單單跨日帶 我們要跨三層 那跨三層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因為跨層次你必須對構造非常的了解 你才有把握 你可以很安全而且非常有效的做這件事 那為什麼一定要跨三層 因為就像我剛剛在講 我們的臉因為韌帶分成內側跟外側 你一定要跨過韌帶才可以拉到你要的部位 一樣喔 我們的臉因為中間的筋膜分成淺層跟深層 所以我們發現當你的線有跨過筋膜 有走到這個淺層 有走到深層 或你可以由深層走到淺層 或由淺層走到深層的時候 它的固定效果哪裡才是最強的 最持久的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但這個跨韌帶跟跨層次是三代八字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個是我們最新要放在國際錄文的一個3D動畫的講解 我們是怎麼樣做到跨層次 跨層次 你看 這個像一個一個束的就是韌帶 這個是紅色是金膜 金膜一下就是深層的組織 真膜一下就是前層的組織 那我們怎麼樣做到這個跨韌帶 因為我們隨著年紀老化的時候 它就會像這樣子清顯 凹凹凸凸的 那跨韌帶它的好處是什麼 我們來看 這個比如說現在我們來看像這個 我們把它變成淡透明 這個線 它從深層 它怎麼跨到前層再回來 變成一個真正的環形 那實際上我們在做的時候 是像雙骨螺旋一樣是這樣去做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塊下面的把它拉起來 類似的方式 我們在上面這個地方凹凸凸怎麼辦 我們一樣可以用跨層次跟跨韌帶的方式 你看先從深層走到前層 跨過韌帶跨層次 然後去改善這樣一個凹凸的狀況 好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喔 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效果可以是 其他醫師會覺得很驚訝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臉一樣是這樣一層一層的 那像我們剛剛說我們臉 我們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做法跟環術 比如說你看齁 我們這個終點這裡有一環 那我們可以另外做一環 大家仔細看齁 我們還可以這樣子做下臉的環 我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齁 我要表達的是說 以前他一環就是一環 但是我們現在齁 就很像那個手銬一樣 我們現在在做的時候 在不同的環之間 我們會把它環環相扣 環環相扣 環環相扣有什麼意義 比如說齁 比如說其中一環 它是拉中臉 另外一環拉下臉 它像這樣 然後它就像翹翹板一樣 它會維持一個平衡 如果這邊比較垂了 比如說你的中臉比較垂了 你下臉的重量會把它拉回來 下臉它比較垂了 中臉的這一環 它會把它拉回來 為什麼因為這兩環是互相扣著的 就像翹翹板一樣 它維持著一個平衡 而這個互相之間的平衡 可以協助它的效果更持久 你單單用一環去拉 你就單單只是靠著線的力量 但是現在用環環相扣的原理 你不是單單靠線的力量 而是靠這邊的組織 這邊的組織會協助把這裡的組織往上拉 這裡的重量會協助把這裡的組織往上拉 環環相扣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突破 因為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大大的延長你的效果 大大延長 改善你的這個時間 我們現在用的是一組全套 這個是有這個FDA 這個器械 這裡面的器械當然有相當多種 大家可以看這個盒子 上面就是我們的吧 這是我們正所的LOGO 這裡面有很多的器械 那這些器械呢 它裡面的材質 用得非常的高級 它用到甚至就是 就是像那種人工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 這個膝蓋啊 或者是我們身體啊 有一些需要用金屬的東西去替代的這種材質 跟身體是可以完全相同的材質 就是我們用這個來做拉線的器械 而不是用一般的那一種 這種東西 一般的材質來做 這樣可以確保更安全 三代八字線 三代八字線 很多人說 三代八字線 為什麼我有時候做完好像兩邊正空不一樣 為什麼我跟我朋友做 我們的臉型不一樣 都是用三代八字嗎 不是 三代八字 難道現在它其實有二十幾種拉法 它有二十幾種拉法 我們會看它的狀況 不同的狀況去用各式各樣的拉 這也是三代八字的一個特色 不然很多人在拉 永遠就是這個方向跟他這個方向 永遠就是這個方向 事實上很多人 他的狀況不是單單靠 這個方向這樣子可以去調整 我們必須要看你的狀況去做一個定座 那最後跟大家講 如果各位有什麼疑問 歡迎大家到我們的臉書 YouTube Twitter Isabrun 微博 微信 這些地方都有我們的訊息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把我們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跟我們的小便講 他們把這本書的電子檔傳給你 這是我的一本著作 裡面寫了一些 關於臉部構造的一些 讓一些真正的一些醫學的知識 對大家比較有幫助 可以避免被一些太過商業化的話術 欺騙這樣 今天就到這裡了嗎 我們準備 好 好 拜拜 這麼忙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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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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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美的方式 從儀器、注射、微創到手術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一個只會注射的診所 沒法給你全面的處理 一個只強調手術的醫師也不能給你完全的建議 提供全方面的知識 打破商業化的謠言 選擇最適合的建議